大家不要误会,眼前的这个小伙不是变态,也不是什么练义匹,他是在破案,他在闻,闻死者生前的贴身衣物,他在找,找死者生前没有洗过的贴身衣物,很快他找到了,只见他拿出了一个类似于吸尘器一样的东西,这是真空泵,他让局长给自己帮忙,他要提取衣物上的味道,做一个高浓缩的气味店,很快提取成功了。 四日清晨带警犬上场了,警犬修过气味店后,他们兵分四路,开始全程大搜捕,他们从白天一直忙到了半晚,终于又发现了白天兵分四路的警犬,不约而同的都汇集到了一处,最终在一个高端的别墅区门口停了下来,周队接到通知赶到现场,他敲响了别墅的大门,开门的是项羽。 开门的是一个自称叫安永康的男人,本是一家装饰公司的总经理,面对警方的突然登门,他表现得一头雾水,但是警方却不相信他,他让安永康将车门打开。 很快,他们又发现了,他们在副驾驶的坐椅上,发现了一根毛发,周队接过毛发仔细打亮了起来,毛发的末端有毛囊,很明显是被拽下来的。 几人说话的声音,很快就传到了安永康妻子的耳朵里,他闻声寻来,面露惊涩,他赶忙询问安永康这为何故,安永康让他不要担心,回屋带孩子去了。 搜查结束后,周队提出想进屋找安永康了解情况,安永康以妻子正在哺乳妻婉拒了,但是可以出去聊,很快几人就到了一处屁镜处,周队开门见山,询问安永康刘小梅的死和你有关系吗? 安永康一愣,他表示不可能,前几天他还和刘小梅有联系,周队话锋一转,又问他和刘小梅有什么关系,安永康吞吞吐吐吐,含糊其词,经过一番思想斗争后, 他说道,我和刘小梅的确有不正当的男女关系,不过这更像是各屈所需,我老婆怀孕了,我要的是肉体,她要的是钱,但等我老婆将孩子生下来之后,我闲者赋身了,我想和她断绝关系,但是她不肯,我好说,我歹说,最后迫于无奈,我提出两万块钱断绝关系,她同意了,我原以为到这就结束了,但是前几天她又给我打电话,她先给我打的手机,那一会,我正在给孩子, 洗澡了,我谎称打错了,就挂了,之后她又拨通了我家的坐机,我破译无奈劫了, 家伍三姐,你还是开车来,翠鸣红鞭,老鸣级见,不见不散, 但是我并没有去,我立志要做一个好父亲,好丈夫,面对安永康的一番说辞,警方半信半疑,安永康察觉到了,他提出了自己的不在场证明,他家的保姆,物业的保安都可以为我作证,在后续的走访取证中,警方证实了安永康的说辞,就在临别之际,周队又问了一个问题, 安永康最后一个问题,我们在你的车里发现了刘晓梅的头发,你怎么解释? 我和她,她是经常在车里解决那问题 我长保安永康足处认 谢谢大家